嗨,大家好,欢迎来到细岩手作法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个五号线编织的粽子编法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线已经是按照从短到长的顺序已经排好位置了 我一共用了六种颜色 大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欢来排列这个线的顺序 先规划好这个颜色的顺序,然后再来剪线 这样可以避免这个线过短或者过长 我今天要来编的是一个紫色系的粽子 现在要用到一个紫色的中国结 先取三根45厘米的线来做轴线 三根轴线的颜色用哪种颜色都可以 从中间对折一下 把三根线这样连成一个三角形 把这个中国铁从中间穿过来 收紧这个线就可以了 把中间的地方固定一下 现在开始加线 加线的顺序是从上到下 从短到长加九根线 每根加线都是从中间的地方 先绕一个圈 右手边这个线头在下面 再绕一个同样的圈 压在第一个圈上面 然后两根轴线穿过这个线圈 两边收紧 两边要留一样长 每一根线都是这种加法 这边呢 这根轴线从上到下 由短到长加了九根线 另外两边呢 两根轴线也是这样的加线方法 在这两根线上面各自再加一次 三根轴线已经按照同样的方法 全部加好九根线 这三根线的排线顺序是一样的 现在把中国结下面的这两根线来打一个结 防止松开 这个结可以多打几个 打得大一点 这样可以避免松开 打成这样就可以了 这里是一个三角形 来把它固定一下 两边固定好之后 先从左边开始编 把右边最上面的这根线拉到左边来做轴线 左边的九根线在这根轴线上面 各自做一个斜线 各自做一个斜剪接 先从最上面的这根线 先下面拉出来 轴线拉直 绕线拉紧 再重复绕一个线圈 这根轴线在拉紧线圈的时候 这个拉轴线的手放在斜上方 这些绕线要按照顺序一根一根的边 这个顺序不能错 这个又是一根线拉 现在很凶回头 三角线拉 从 cuál把这根线拉到就来了 在这根线拉在这根线上 іть这张线拉到左边 就从4根与传续 这个是6根线拉到左边 是6根线拉到左边 是4根线拉到右边 这两根轴线不编 把这根轴线编好之后把它放到一边 左边的这些线还放到左边来 最上面的这一根 就是第一根斜剪接的这根线 现在把它拉到右边来做轴线 右边有八根线 在这根轴线上面各自编一个左斜连接 拉紧线圈的时候 这个拉轴线的右手往斜上方用力 这根轴线的右手往斜连接 这边也是这两根轴线不编 把这线放到一边 把右边编好的这些线拿到右边来 右边最上面的这根线拉到左边来做轴线 左边的八根线在这根线上面编右斜连接 提供的环织 再打开 左边的下方用力 再打开 左边就上面的这根线 拉到右边来做轴线 这边的七根线来编写简节 下面就按照这个规律 先编左边这边右边 编完右边这边左边 这样编一排写简节 到下一排就会少一根线 就这样往下编 一直编到最后两根线 这样往下编写简附 这一边洗剪结编好之后 把左边的两根轴眼取一根 拉到右边来 左边的九根线 在这根轴线上面 来编一排洗剪结 右边的两根轴眼取一根 拉到左边来 右边也是九根线 在这里编一排洗剪结 两边都编好之后 这一个面就编好了 这个粽子它有三个面 三个面的编法是一样的 现在开始编第二个面 和第一个面编法是一样的 再重复编一次 现在两个面编好之后 第三个面要这样立起来编 在这里面把它固定一下 这里再固定一下 这个面还是重复前面两个的编法 粽子的三个面编好之后 把下面这两根轴线来做一个反洗剪结 左边的这根线在上面 从下面绕过来 拉紧绕线 轴线保持不变 再绕一次 再绕一次 三个角的六根轴线都是这样编法 绕线从下面拉过来 从上面拉出来 拉紧绕线 再开始把两个面合拢 左右两边各一根线 也是左边的这根线在上面 做反洗剪结 做反洗剪结的时候 这个轴线一直是拉直的 只要拉紧这个绕线的线圈就可以了 做好反洗剪结之后 把这两个线头塞到里面 开始第二组 左边右边割一根 继续用反洗剪结 再继续用反洗剪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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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用反洗剪结 继续用反洗剪结 这一个边左右两边各十根线 各自做完反斜剪接之后 把这些线头塞到里面来 现在开始第二个边 和这个边的合拢方法是一样的 也是两边各十根线 两条边编完之后 把两条边编过的线 全部都塞进去之后 现在可以塞入香料 注意一下里面不要塞得太满 因为最后一条边 这个线头还要往里面塞 把最后一条边收紧之后 把所有的线头塞到里面 这个种子的主体就完成了 这三条边收完之后 这个粽子就是这样的 再取一根三十厘米的细线 来穿过这个第一根合拢的线 这里有一个线 把这个线从线里面穿过来 用这根细线来挂流缩 大家在家里如果有缝衣服的针 可以用缝衣服的线 来穿一个大头针 从这里穿过去 这个位置就是两根线 合拢的第一根线的位置 然后这根线来在这里 抬一个写剪结 把这个线头剪掉 再烧一下 在这根线上穿入七颗小珠子 和一颗八毫米的珠子 我这个流缩是绕好的成品 因为它是空心的 这个线要从里面穿过来 在另一边再穿入一颗六毫米的珠子 这个珠子正好比这个空心 大一点点就可以 这样就可以卡住这个线 不会掉 在这里打一个死结 上面这些珠子不要挤得太紧 这样这个流缩就可以垂下来 把这个线头剪掉 稍粘一下就好了 三个边都是这样 最中间的这个流缩 不用再穿小珠子 只穿一个大珠子 把流缩挂在上面就可以了 你怎么会出现 你怎么会出现 好了,我现在就会把这个线 穿下来 就会发动了 我怎么会出现